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跟大家分享 我十年的自然医学临床经验 我认为补充好的油脂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同时尽量降低碳水化合物 淀粉等糖类 尤其是果糖的摄取 这样就可以预防各种慢性病 例如三高 肥胖 老年痴呆 糖尿病 癌症 精神神经性疾病等发生 细胞膜的内外层 都是油脂组成的 如果油脂涉及不足 就会造成细胞膜品质不良 这就是肠肉 肺肉 脑肉的重要成因 只要油脂补充足够 细胞膜品质就会变好 精细胞会放电 这电位会传片全身 如果油脂吃不够 必须脂肪酸不足 就会造成神经传导不良 因此只要补充足够的油脂 就可以改善神经系统传导的效率 预防疾病的发生 阿滋海默症 糖尿病 癌症 精神神经性 等等疾病的发生 都跟涉及过多的糖有关 因此 我们建议各种 疾慢性疾病的患者 都应该采用低糖饮食 让细胞粒线体 改用优质脂肪酸 也就是同体作为燃料 这样才能够做到疾病的根源防治 脂肪酸有很多不同种类 我们不容易从食物中得到足量 而且比例正确的脂肪酸 因此 我用来治疗疾病的油脂处方 都是根据这个患者个人的需要 直接给予补充 这样患者就不必在饮食习惯上 做太大的改变 同时也容易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将饮食习惯改成生酮饮食 是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法 虽然市面上有很多 介绍生酮饮食的书 但是 有很多作者因为临床经验不足 而产生了误导 例如有人提倡只吃椰子油 或者大口吃肉 这些都不是正确的饮食方式 我的疗法是在确保对人体 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前提下 补充正确比例的幼稚脂肪酸 做到均衡的营养搭配 而且不难执行 这样才是根本之道 西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 都是以药物控制血糖为主 但是药物并无法改善细胞功能 因此 有些人到最终药物也会无效 这是治标的做法 中道医学就是增进细胞力线体的功能 恢复细胞质疑能力 这样才是治本的好方法 中道医学就是增进细胞力线体的功能 中道医学就是增进生素材的肢れ 下车前也可思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